哈囉大家好 我是虛域 那我們今天呢就稍微來聊聊一下這個泳裝池的實戰後的總名吧 因為其實啦 昨天那兩部影片真的是 第一個真的都在一個很趕的情況下趕出來了 那我對於那個影片的錄音效果其實也不是很滿意 而且也有蠻多東西其實講得非常的急非常的快 所以這一部呢就比較像是一個在昨天晚上直播中實測後 然後稍微整理了一下一些心得以及還有注意要點 還有在針對這個池子有一個比較明確以及完整的抽卡攻略的建議 才在這邊再整理一次給大家好吧 那第一隻的話我們就還是以從Side A這邊來講 Side A的話確實順是一個最好的選擇之一 畢竟是這一次的當期雙大獎之一嘛 A池的主大獎 那他確實他在藍屬性上面很無敵 基本上也是無敵的狀態 但是當然如果你有女娲的話 其實真的是 就是到可能性沒有到那麼說一定要順 就是其實女娲跟順的定位呢 在直播中測試的下來真的非常的類似 以及配上敵的效果也都差不多 基本上只要是有洛西的能力 只要有開技的能力去讓敵去觸發被動 然後你有洛西的長出被動的話 或許可以考慮 那如果你是一個很心靜的玩家的話 就當然會說阿順可能會是你的最好的選擇 那下面的話是深攻爆 深攻爆的話其實真的啦 用起來也非常的快樂 非常的愉悅 不管是充能珠的洛西 然後被動的洛西 還有被動6的洛西 就是三個洛西一起達成的話 反面非常非常的漂亮 其他幾隻就算放醬油 綠屬性也都有非常基本的輸出能力 那大部分來說的話 深攻爆因為是要配均衡體力恢復跟技巧 那他自己本身是恢復型 所以技巧來說 不二人選依舊還是會是無路財神 那無路財神去讓他的28機率弱 無路財神的C 就還蠻足夠的輸出就會很強大 也非常的好用 所以深攻爆的話也是來說 其實算是相對比較適合 新手來做的一個陣容 好那墨西的話其實說真的啦 他的特攻能力非常非常的強 但是撇除掉這些特攻之後 我覺得上場率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高 因為第一個真的要看機械跟幻翔 在對面然後對面又要藍屬性才有落爆彈 然後對面要機械又要幻翔 才有機會落C 其實在對於新手來講的話 就可能真的不是一個那麼適合的選項 所以A池的話我會覺得說 深攻爆跟順 其實是真的一個蠻值得入手的 一個拼搏的選擇 那再來的話是B池 B池的話我們就一定是會先講神秘巫女C 神秘巫女C的話我剛剛在輸出上 開一個大爆發是 今天所有六隻裡面輸出最高 最無敵的那一隻 爆發這樣好像打了 五六七百億 超過好像好幾千 我有點忘了是千億還是百億 反正就是今天所有六隊裡面 我測試出來爆發最高的一個陣容 是C加五路財神 然後我配泥喵 然後最後一隻我是配醬油烤克勞夫 那如果你再配一個更強一點點的體力型 也許輸出還可以再更高 說不定 所以就那個時候開爆發卡了蠻久的 那所以C確實啦 第一個他的泛用度可能會稍微低一點點 但他要拼極限輸出的話 會是綠屬性的最優先取得 因為第一個就是他的充能珠有C珠強化 然後也有轉版的擴張能力 就基本上要拼輸出的C都有 但是回到一個問題是他的CD16 CD16要靠-CD 就一定要靠他的駭路珠跟連鎖 那駭路珠現在來說 上場率可控率太低 所以變成就會說駭路珠 可能不是一個那麼常見的狀態 變成大部分的情況 其實還是只有在開在技術的部分 因為技術CD16的大部分時候 你可能打到王了 那個16的技能都還沒跳起來 所以這個大家就會比較懂我的意思 就是說 雖然帳面爆發很強 因為他的輸出真的太痛 因為他的充能珠是給CD 是給C強化 然後而且只要3 就是大概是跟維基爾 是同一個模式的C強化的能力 但是因為維基爾 一開場就能跳技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要這種C珠強化 情況還是會以維基爾 稍微多一點點 所以要拼極限爆發的話 可能啦 C的上場率也是沒有到那麼高 但不過這個技能組 其實沒意外的話 會是讓這個排行榜的對應 所以有體力均衡恢復技巧 其實他也是可以放進去 這個放進去深攻爆裡面 但因為我同時沒有深攻爆也沒有C 所以就沒有這個機會測試說 當C跟深攻爆跟無路財神 這三個而爛的東西組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狀態 那也許我們明天後天 也許我們可以試一下看看 就是這兩隻搭在一起 這幾隻搭在一起 會有什麼樣恐怖的輸出 但應該也是會在刷新 可能我這陣子的 最高的輸出紀錄 我想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他的技能組真的是 太輸出 但是呢 我覺得他的技能組 其實對新手 反而不是那麼友善的 那第二隻的話 是莫蓋拉跟阿樂可洛 那我覺得這兩隻其實啦 正常來講還是要綁在一起講 因為他們兩個呢 就是一定是要朝四色組 那他們朝四色組的話 就是莫蓋拉跟阿樂可洛 這兩隻一定要擺在一起 那其他兩隻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怎麼配 老實說都不會到太差 那一樣其實可能 第一種當然是C 然後 順 如果你這個泳裝六隻都有抽齊的話 他們可以組一起 不然的話就是會 像我放 我是放司馬謙跟放無路財神 那輸出也很不錯 那因為無路財神就是現階段 綠屬性最強的輸出角之一 現在已經不能說唯一了 現在也是變成之一的狀態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情況下 無路財神還是會上去 去來搭配他們 那如果你C 也是可以被阿樂可洛跟莫蓋拉 輸出也許會也很恐怖 因為第一個就是一個是技巧型 一個是攻擊型 但比較可惜是攻擊型 就沒有辦法進入到C的這邊啦 但是 無路財神的話我剛剛用 因為無路財神也是技巧型 所以用起來也是挺不錯的 也是挺不錯的 然後又要試射又要去搭 所以效果也是挺好的 這兩隻幾隻是效果也是挺好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獎養復刻池 那其實復刻池 確實啦 這個萬山財神 從當年初其實效果就不好 收了公子的話 雖然在幾次的高難度 有不錯的亮眼表現 但也只有這幾次 綠字更慘 老實說我覺得 還不一定 然後當然李德春是沒話說嘛 就是綠屬性去年的T0 但是 如果你們考量到這一池的機率的話 對啦 李德春這邊真的太硬了 然後大部分的情況下 牌羊版李德春又一定要換成這個 深色版 那深色版就又要再花830 你就是一定 對這就是很難抽 而且這一池我記得 好像沒有天井 還是是我看錯 我看一下 我如果有天井的話 當然是最好 對這池復刻池還沒有天井 所以就會代表說 這是最無底洞的意思 你要抽個復刻角 還有最有機會被歪 然後還要被衝康 我就會建議啦 就 如果你真的不是 要鐵耳心 一定要拼到李德春的話 我會建議你放掉 這個從實際面來講 我真的會比較建議放掉啦 好啦那這個 講了這麼多 那現在就要想啦 A詞跟B詞到底要先選誰 如果你真的是百分之百純萌心 你沒有任何的 就是你真的想要趁這個泳裝機會 來拼個好的入手角色 然後你同時 沒有 女娃的話 或是女娃 有人說女娃 有人說女娃 那我習慣講女娃啦 那女娃的話就是 沒有的話就選順 順就是最無腦的選擇 因為 怎麼講 就是有人說 你說神秘巫女是輸出最高 為什麼不選神秘巫女 但神秘巫女 第一個她的CD陣太長 然後她的種族她的限制 有一點點多才有辦法達到那樣子的 如此的爆發 所以正常來說 如果你真是純新手 你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會無腦推薦你順 因為畢竟不管是順還是神功爆 這兩隻 都是非常適合開局的一個角色 那C的話是 還是要建立在你 寶寶本身有一定的深度 然後你也有一點點 對遊戲已經開始有這些所謂的 陷阱珠 以及這個 這個所謂類型 所謂種族 開始有逐漸的概念之後 才會去放B詞這邊 這個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當然如果你說 我已經有女娃了 我到底要拚B 那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你已經有女娃 然後你同時 沒有五路財神的話 或許神秘巫女 會是你比較適合的選項 大概是這種情況 不管怎麼樣 這幾隻其實 今年度的泳裝強度 其實是都還給的蠻高的 去年的泳 歷年來台港澳版泳裝 其實都算是做在年度第二梯 或者是年度第三梯 應該會跟地獄以及 以及國際版週年 是同等級的 或者是跟台版澳中年 是差不多在同一個梯隊 然後再來的話 當年度最頂的 通常都是財神 財神都會是當年度最頂 然後再來就會是 這個泳裝週年 這兩組 為大中 大概就是會在第二梯度的程度 所以其實這個抽下去 你大概也是可以快樂個半年 到一年左右 因為其實說實話 我覺得CF這遊戲 真的已經不是所謂的 那種 還永遠追強度 因為強度永遠追不完 那不如就 我會覺得說 你就是 夠用 然後你就是卡麵香 自己喜歡就好了 不過今天這個影片 真的聊的也蠻多的 那不過 大概就這樣吧 如果還有問題的話 也是歡迎在留言區提問 晚上就會來抽女巫的部分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幫我分享出去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掰掰